交付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过来看车位的 就是来看一眼 然后顺便就量了一下 结果发现我们那个宽度是不够的 因为之前我们开发商的那个工作人员 跟我们讲过我们的宽度是2.5 然后长度是6 然后我们量了一下发现我们是2.4 魏女士拿来卷尺现场测量 她买的23号车位 划线外侧的宽度是2米4 内侧的宽度是2米1 魏女士说 她订了一辆特斯拉的Model Y 官方给出的车宽是1米92 她担心车子停进去后 车门打不开 在测量隔壁的车位 外侧宽度2米5 内侧宽度2米2 当时我们就考虑到 就是这个车如果退进去的话 它的后车门是打不开的 就退到底的话后车门打不开 然后我们如果是电车充电的话 也有可能会影响那个充电枪插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墙 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车现在是在一个 预定定购的一个状态 所以还没有办法直接开进来去试 我们的新闻采访车 车宽不到1米9 现场试了试 卫女士提供了和开发商 签订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 车位价格是32万 在协议后面附了一张车位平面图 记得看到 卫女士这个车位的标注 跟其他车位是一样的 卫女士说 自己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自己买的车位当初备案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V型车位 但开发商并没有提前告知 现在 卫女士已经申请了信息公开 需要等待20天的时间 但是他们就说不可能 就是我们的项目里没有 微型车位这样子 那他们对于这个尺寸 这个怎么解释 他当时是给我们一个方案 他说当时说给我们换 然后给我们的方案是 那边有一个没有编号的 一个车位 他说那个车位可以换给我们 因为这旁边离我们近的车位 都已经卖光了 就没地方再给我们换了 所以当时是做了这样一个协商 这个没有编号的车位 在28号29号车位中间 离23号不算很远 但现场看过去 这个车位有点斜 卫女士说 他现在担心 这个没有编号的车位 没有被过案 找到阳光城物业 工作人员留下了记者的电话 以及业主反应的问题 表示会反应给开发商的 新闻发言人 截止发稿 记者没有收到阳光城方面的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